我们阳光不动产的客户是大楼业主、资产家和富裕阶层 以不动产的再生和活用为事业核心 为了客户的幸福感 我们以细致入微的用心 努力提供最好的个性化服务 以对世界第一大都市东京主要地区压倒性的熟知度为强项 我们聚焦于人而非大楼 始终站在客户的视角为其排忧解难 我们努力消解客户的不安和不满 将其导向超越期待的成果 我们希望能建立这样一个世界 那就是只要听到阳光不动产的名字 就能感到这是值得信赖的伙伴 作为不动产活用的专家 我们努力成为世界上客户最为喜爱 并愿意选择的不动产公司 最新年度的整体业绩销售额为403亿日元 利润总额为88亿日元 营业利润以及利润总额创下了新高 与不动产业界平均水平 10%的利润率相比 我们公司一直维持在20%左右的高水准 实现了高附加价值的事业发展 关于自有资本比率 业界的平均水平为30% 我们公司一直维持在50%左右 继续保持着财务上的高度稳定 自有资本利润率方面 业界平均水平为8% 我们则以超过20%的高水准变迁 通过资金的有效活用 维持着财务上的高收益 在上市公司自有资本利润率 非住宅部门的排名上 我们公司位列第一 我们的事业由办公大楼 酒店和海外三个部分构成 在办公大楼这个核心事业上 我们以东京中心主要地区的 中小型办公大楼为对象开展业务 在世界城市GDP排行榜上 东京是超过纽约排名第一的大市场 位于其中心的千代田区 中央区 港区 新宿区 色谷区 这五个区的办公室总面积 占了东京中心23个区的65% 我们以东京东心五区为中心 建立了十个据点来开展营业活动 在每一个据点 我们以压倒性的地区熟知度 深入当地进行租赁营业 同时 作为大楼业主身边的窗口 也承接了各种资产继承和不动产方面的咨询 在现场 我们与客户亲近交流 通过跨顾门的合作来解决客户的困扰 并把这个过程中积累下的知识和技能 发挥到不动产再生中 创造出客户可以安心投资的再生商品 而且 对于再生商品的售后服务 我们也会跟进负责 作为办公大楼事业的核心 重新规划事业 通过收购有问题的中古大楼 从租户的视角出发 进行顺应时代的改建翻新 使其符合社会的需求 下面请看案例介绍 我们公司买下惠比兽grassgate大楼后 进行了大规模的设计改造 利用盒纸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大楼门厅 通过各种在细节上的精益求精 大楼获得了租户和当地社区的喜爱 重获新生 改造后的大楼租金上涨了30% 成为了收益稳定 深受好评的大楼 在日本桥人形丁保育员的项目中 我们把楼龄28年的办公楼 改造成了获得政府认可的保育员 促进女性的社会活跃 减少代入托儿童 深入当地后 我们抓住了这个需求 努力推进能力于社会的不动产再生事业 今后 我们也将通过重新规划事业 以使用者的视角为创造附加价值继续努力 在提高销售额和利润额的过程中 我们一边发展一直以来的流动型事业 一边强化不断积累客户信赖的存储型事业 这其中的一个努力就是都市型代客酒店的发展 今年来仿日游客急剧增长 入境消费需求急速扩大 我们以此为契机 运用积累至今的知识和技能 开始建设能进行酒店的开发 再生和运营的一条龙事业模式 我们把酒店事业的主题定为温馨酒店 员工为每一位客户着想 不断挖掘日本的文化和地域魅力 努力从客户视角去建设高品质的舒适酒店 为了具体实现这个理念 在自由品牌 日和酒店和度假地中 我们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提供只有在日本才能感受到的满足和感动 在2017年4月开业的日和酒店五边店 我们积极听取女士们的意见和心声 以非日常生活中能体验到的借意为主题 在每一个细节上精益求精 努力为客户营造在踏踏米上休息的那种舒适感 以期获得家庭客户的喜欢 同时我们并购了现成的连锁酒店 通过员工的意识改革创造出附加价值 实现了公司集团的成长和发展 在酒店事业上 我们的目标是以全国主要都市为中心 今后五年整个公司集团发展三千间客房 并且海外事业也在进一步发展中 为了亚洲各国人民的幸福 我们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 这是我们海外事业的理念 在促进入境投资的事业上 我们在台湾设立了据点 为海外富裕阶层 在日本的投资提供服务 把亚洲的发展引入东京 同时在成长显著的越南和印度尼西亚 我们积极拓展境外事业 在越南 我们致力于高层公寓和酒店事业的发展 而在印度尼西亚 都市型住宅和酒店事业也正火热展开中 阳光不动产从事的 是立于日本乃至亚洲各国幸福与繁荣的事业 为了成为不动产领域 客户最为喜爱并愿意选择的公司 我们约定 真诚地为每位客户提供 值得信赖的服务